那妳後來在48歲的時候 妳遇到了這個是 妳現在的先生嘛 他是一個中國的珠寶商 對 那為什麼妳那麼快 就決定跟他訂下來 他很有趣嗎 他就是很 他其實 沒那麼有趣 沒那麼有趣 但是他很講義氣 你看到他就知道 是一個講義氣 這種誠信的人 這個妳是交往 三個月就閃婚 因為他做了一件事情 感動妳 對 那是我覺得最感動的 我跟他說 妳要跟我結婚 妳先去山拿機上個婚姻課吧 然後他就說 好啊 這有什麼難呢 不過就上個課而已 妳知道其他所有男生 都畢之為恐不及嘛 逃之夭夭 妳跟他的前妻 他前妻有 跟他有兩個孩子嘛 對 妳相處上一度上 妳覺得還滿無理的 倒不會 我跟你講 開始的時候 我是被我一個朋友 因為他有一樣的狀況 可是他就沒有辦法處理 他前夫的小孩 兩個人 就是水火不容 他們家裡 所以他就跟我嚴重的警告 會來會產生多麼悲慘的事情 然後我聽了也很害怕 然後呢 結果 可是他是站在我這邊的 那有一次呢 他就 總要見面啊 那小朋友呢 看到我就 他就說 叫媽媽 然後就那小朋友就退後了 我說 不要 就是不要講 就不要 然後就說 過了一會兒 男的 那個小朋友 男的說 我媽媽說 那個 祭母都會打斷小朋友的手腳 小朋友可能真的會把他當真耶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那你看看我會不會打斷你的手腳 好了 你慢慢觀察 他說 我告訴你 你不要叫 不用叫我的媽媽啦 然後叫我阿姨就好了 那那個 那個 上海王先生就說 嗯 叫什麼阿姨 阿姨不是家裡的傭人嗎 然後我說 沒有關係 我就說 那你叫我Rachel好了 他們就叫我Rachel 後來我們就滿好的 後來他們 我就常常跟他們 因為他們東北人動不動地打小孩 你知道嗎 動不動 小朋友因為 他們扶起來會打架呢 對 然後還會摔破東西幹嘛 就是摔東西幹嘛的 然後我就會跟他小 我跟他小朋友說 你不要打小朋友 每次他要打小朋友 我說你不要打小朋友 所以每次都是我去救他們 然後變成白臉你知道嗎 他們突然對我很有親和力 其實我沒有在演戲 真的是這樣子 後來 小朋友的成績就變很好這樣 我跟他講一些生活的知識 你變成他們的朋友 對 變成他們的朋友 我覺得就以朋友角度去相處 就是任何的關係都是 然後包含夫妻 小朋友也是 48歲結婚 然後這個成為兩個孩子的 阿姨跟好朋友 對啊 你對婚姻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你是48歲才結婚的 是啊 那晚婚的原因 聽說是你覺得很多男人 其實沒什麼錄用 對啊 因為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我遇到的男生 對我好像幫助都不太大 而且我覺得 當晚我周圍 有很多可以幫助我很多的人 為什麼我偏偏每次選擇 都是那樣子屬性的人 然後我就開始去倒帶回想 然後後來我想到 我後來找到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的原生家庭 對我的影響蠻大的 因為我媽媽 其實應該算是單親家庭長大的 主要都是我媽媽在賺錢養我 然後我爸爸呢 就是50歲以後就兵敗如山倒 就是曾經很輝煌過 那他想要幫我們就沒有辦法幫 所以我一直覺得男人都很不可靠 然後而且我小時候我記憶中 可能我才幾個月到 我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那個我爸爸在跟 跟他老婆在要錢 拿幹嘛什麼 只要拜託這個 拜託那個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有小時候很小耶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 男人真沒用 那變成是一個想法 還有念力設定 尤其是種植在我的腦袋裡面 你還叫王一個人 你覺得他真的是媽寶 那是大概十六七歲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個男的 那時候我在念花崗異校 那很小嘛 那時候 其實我對男生是很大寶 那他年紀也是很小嗎 他那個時候應該才二十幾歲吧 那大你滿多的耶 你十六七歲 那他大學畢業了 然後他有一個貿易公司的工作 然後就是在做一些外貿的 那也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所以他覺得很驕傲 可是他長得實在不是很好看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反正他有趣就好了 然後有一天 我就那時候就送了他 那時候有兩個禁戒指 是我媽媽給我的 那因為這些東西 對我們來講 都是很普通的東西 所以我戴在手上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有一天我戴在手上 他就說 那這好好看 他看了很久 看了半天你知道嗎 我就說 那拿下來 我就說這個送給你吧 這樣子 好男人喔 你好大氣喔 你好男人耶 對 我其實 後來有個孫命說 我就是個男的 他說我的內在做了一個男生 我覺得好像是這樣 然後可是我覺得滿好的 你能夠給予嗎 有能力給予是很好的事情 妳媽給你的兩個禁戒指 就這樣送人了 對 我到現在對 喜歡給你 反正 可是後來一個也不見了 反正也無所謂 東西都是這樣子 那後來你們兩個人 後來我媽媽看到他長那麼醜 媽賞我一巴掌 然後 媽賞一巴掌 對 結果他媽媽也是很好 一樣的很面目的 對 這段感情真的是很有趣 他媽媽也是很不喜歡我 那當然連見我都沒有見過 只是有一次 我就打電話給他 因為那時候還是那種 公用電話 就排了半天的隊 打上了電話 要打電話給他 說找誰誰誰 他說他不在 他說你是誰 我說我是誰誰誰 然後他就說 你學歷到哪裡 我說 我罰綱藝校 他說 那個我兒子是大學畢業生的 你只是一個高中生 你以後不要跟他來往了 不是 你們在電話裡面這樣聊 他就直接這樣講 還沒有看到人 都沒有 就直接說 結果你是哪裡畢業的這樣 對 他完全以學歷來看 你很有趣 你不要一個太弱的男生 但你交一個媽寶 那你其實又覺得 經濟獨立很重要 你後來交了一個男生 雖然是滿有錢 但是很小氣 對 其實他的小氣是 有多小氣 他公非常小氣 眾所周知 眾所周知 對 大家都知道 不是 他這朋友都知道 都已經早就告訴我 他前面的女朋友也跟我說 他很小氣 所以我知道 那這也沒有關係 反正他給我一個 美好的愛情也很好 就是他帶出去還滿有面子 那長得也還不錯 事業做得也還不錯 各方面都不錯 但是當然也有些 我跟他之間的問題 他多小氣 有一次因為他有祕書 那有一次我都有出國 那我想說 我把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就是給他 他明明說幫我做歷史 都一樣一樣把它標下來 然後後來有一天我就說 那我要拿回來了 我會回台灣了 然後他就說 那給我看 我就說那我那個翡翠呢 一個很大的 這麼翡翠 一個蝴蝶的 這麼大 然後他就編了個故事 說是他 我的認識一個女生 是高雄的人送給我的 然後高雄的一個女生送給我 自己家開金子店 什麼那種珠寶店 所以送他的 我說一個女生 怎麼可能會送你翡翠呢 尤其是女人的翡翠 難道他期待你以後 拿著這個翡翠 去送給另外一個女生嗎 然後反正他就怎麼講 他就辯解很多 我說那不然你 叫找那個高雄女生 跟我對指好了 然後他說 他就說 已經找不到他電話了 左講右講 後來有一天呢 我終於發現其實 他就是想要那個翡翠 他其實只要開口跟我講一下 我就會說好 你也會說好 我也會說好 那也沒有關係 就是個東西 因為我們以後可以賺更多 可以擁有更多 所以 這個翡翠後來 就真的被他拿走了 就被他拿走 我覺得 因為他反正也不想還 我也不可能 掐著他脖子 跟那個金戒指一樣 你今天身上 帶多少職權東西來 沒有 姐姐又不想努力 是不是都給光了 姐姐又不想努力了 只要喜歡 姐姐就給 對 姐姐我不想努力了 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是滿誇張 你交往過的對象 都有偷吃的紀錄 對耶 可是我覺得 這可能是被我發現吧 這個就不能無所謂了吧 這當然不能無所謂 以前我好生氣 可是我覺得過了這麼多年 我也上了很多的課以後 我忽然間就 沒有那麼生氣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時間會改變很多 然後他就是有一次我回去 我之前好像是幫一個朋友去 好像星光三院去做一個活動 做完以後提早回來 開門 看到他跟那個女的 非常親密地搂在一起 在你們住的地方 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看看他 那個地方是你買的嗎 不是啦 是他的家 他家 然後我就看看他 我叫他名字 我會非常生氣 因為電視劇裡不是都是演嗎 如果你發現人家外遇的時候 你不是一哭二鬧山上吊嗎 要不然叫做大聲的吼叫 要不然叫跑走 那我是這種人 就是選擇跑走 跑到地下停車場以後 我發現說 為什麼是我跑走呢 我又沒有做錯事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那個女生走吧 然後我就很生氣地 跑回房間 你又回去 對 我就跟那個男生說 你讓他回家吧 結果他 結果 結果那男朋友就真的 讓那個女生先回家 然後他走以後我也沒事 人我也不會罵他 也不會吵架 因為我贏了 然後你還繼續跟他在一起 就什麼事都沒發生這樣 對啊 後來是 對啊 就是 你就把他趕走說 你回家 然後你就跟男朋友 繼續和平相處這樣 就都沒事 對 奇怪 我那時候 那時候還沒上那麼多心靈課 我就是這樣的人 奇怪了 問一下A群 你怎麼看 你覺得是不是 他也代表某一些女生的例子 因為很害怕 覺得遇到男生不好 沒有辦法插機婚姻 我好難正經講話 不是 我覺得瑞卓的狀況 有點像是 你從剛剛說那個金戒指 還有那個翡翠的事情來看 對 就是他是個太隨性的人 就他可能享受 當下戀愛的感覺 然後他並不會在乎這個男人 是不是可以走進婚姻 他不會想那麼多 所以即便是那個小氣男 他劈腿偷吃 做了很多讓你 就剛剛漢翔在講 覺得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還是沒有什麼無動於衷 OK 就這樣就結束了 因為他只是享受戀愛的感受 所以也許在四十歲之前 他根本就沒有想過 結婚是什麼一回事 你很準喔 沒錯嘛 所以你就不斷地 享受戀愛 享受戀愛 因為你無所謂 這很多女生都是這樣 就是談戀愛的時候 歸談戀愛 但他們把談戀愛的對象 當作是要結婚的對象 這樣就完蛋了 好 所以等於有一天 念力設定改變 然後你也成熟了 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 那個他就出現了 我們想說 瑞卓你很多朋友 都覺得你的戀愛對象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標準 但其實你心裡是說 我有的 你對那一套標準是什麼 我不介意他們的高愛 胖壽那的確是 可是我介意這個人的創造力 他有沒有去 他會不會講話逗我開心 這是我覺得 要有才華 要有才華 第一個要有才華 就像過去有一些音樂家 或者他很 他在廣告上面 有很多的創意和點子 他有我崇拜的地方 對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可以幫助的點 那像之前那個小親男 他不是有兩個 家裡有兩個小孩 那時候還很小 你會覺得說 他們可能需要照顧 或怎麼樣 心裡總是會有這種感覺 那像他那時候 因為他也很年輕 所以他每天都在外面 流連忘煩 都晚到晚上 十一二點才回家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不應該這樣子 我說你知道嗎 小孩子很快就長大了 長大呢 他們一定是到美國去念書 那也許念書以後 他就不會回來了 也許他就在留在當地工作 那你跟他能夠真正相處的時間 就是這麼短 我跟他講了好久 我說你要好好地 陪你的小孩吃晚飯 結果他就從此 真的乖乖地回家吃晚飯 然後就變得 他改變了他很多 然後另外還有一次是像 那我就 當然他失業 我跟他再起以後 他一年後公司就上市 我其實並不知道說 他有多大的失業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做的 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蠻破的房子 人家可能覺得 可是裡面裝潢是不是很好 這樣然後我覺得 我就不知道他的狀況 那後來有一次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應該現在進中國 買一點房子 我覺得中國是一個 會起來的一個地方 那個大概在二十幾年前 中國真的在起來的時候 花了三個晚上 每天跟他講 然後後來我就請 他就說 他終於說好吧 對 那個時候 我就找了一個朋友 是新年陽的 他後來跑到大陸 去跟林瑞陽一起合作 然後我就請他幫他安排 然後他就幫他在上海 最精華的區域買了 花了一千八百萬 買了十幾戶的套房 每戶的投資成本 是大概一百出頭萬 然後大概二十年後 現在 二十年前買的 二十年前 他後來就變成一戶 從一百萬成本 變成兩千五百萬 那你後來為什麼沒有接過 因為感覺 你非常有幫福運 他也符合你講的有才華 那你就對他產生 這麼大的幫助 他 我跟你講 一個人他會覺得 有了一個張瑞祖 應該以後還有更好的張瑞祖 我覺得男人都是這樣 我覺得誰都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誰都是這樣子 那不OK 當然有趣 是有趣 因為你覺得要克服的障礙很多 然後你要達到那個結婚的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 你可能還是隱隱約約 所以結婚那個 世青未營的目標 那遊戲是什麼 遊戲包含了目標和障礙 那你克服了障礙以後 快要達到目標的時候 你覺得沒有什麼好玩了 所以我就跑了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吧 OK 你以前覺得人生要非常的有趣 在進行 我喜歡有趣 你喜歡有趣 那你後來在48歲的時候 你遇到了這個是 你現在的先生 他是一個中國的珠寶商 對 那為什麼你那麼快 就決定給他訂下來 他很有趣嗎 他就是很 他其實沒那麼有趣 沒那麼有趣 但是他很講義氣 你看到他就知道 是一個講義氣 這種誠信的人 那跟剛剛講的 那個小器男的不一樣 他會盡量想要幫助你 那所以我覺得有沒有錢到就無所謂了 因為錢都是可以創造的 所以他那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他也幫過一些朋友 那朋友看到他來台灣很高興 就拿了一些東西給他 其中有一盒添珠 裡面有一堆珠子 他跟我說 他就後來跟我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珠子 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說那我請人家穿了好幾串 那其中一串 他就說送給我 我覺得這有挺有趣 他會想到我 那這個珠子是真的假的 都不重要 因為我對天珠 本來就沒有什麼研究 然後 欠他那天 天珠也不知道 給我放到哪裡去了 但是他不見了 我不知道放哪裡去 可是站在我家的抽屜 所以就那一串天珠打動你 我覺得他的觀點 他就說他很願意分享 還會想到你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 要符合他有趣的定義 不是啊 終於遇到一個 願意給他東西的人了 真的耶 真的耶 而且他很有心 很有心 對 很有心 然後照顧別人這麼久 有人想到他 對 終於 終於啊 你其實多辛苦 真的 我還有碰到一個男的 跟他交往三年 他真的是一樣 禮物也不送的 那種也有 因為看你可能什麼都不缺 而且你很想幫助他 可能我也不曉得 反正因為他高啊 帥啊 我跟他走出去也滿有面子的 他請我吃飯啊 你很高興啊 以前我還碰到很多那種 對啊 我請他吃飯的 OK 那些都是過客啦 後來遇到這個正命天子 還有 對 這個你是交往三個月就閃婚 因為他做了一件事情感動你 對 那是我覺得最感動的 我跟他說 你要跟我結婚 你先去山拿機上個婚姻課吧 然後他就說 好啊 這有什麼難呢 不過就上個課而已 你知道其他所有男生都 避之為恐怖疾嘛 逃之夭夭 就只有他 對 只有什麼 山拿機就是那個 Tom Cruise信的這個 對 一個信仰 我覺得他有些東西還不錯 因為他在婚姻課裡面啊 他就講月鬼隱瞞機智 他不會叫你說 你一定要信什麼東西 或教條什麼 沒有 他就告訴你 你當你違反了 就是當你違反了你的承諾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違反承諾 或者是你上班遲到 也是一個違反承諾啊 或是我今天通告 遲了也是違反承諾啊對不對 對 因為覺得心裡 就會有點guilty嘛 這是人性 然後你開始就會對這個 因為你不想 人是善良 就不想再去傷害這個人嘛 所以你就會想要遠離他 那會不會藉由批評啊 貶低啊 然後來講你這個對象 那其實你還是老樣子啊 可是為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變成 那麼都不好 做這個也不對 做那個也不對 像你知道有時候 那個我那個上海王先生啊 他就會這樣子 他講我們在相處中 當然有時候他也會開始 有一陣子就開始批評 飄遞貶低喔 這是這個小氣男 不是 不是 就是我現在這個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然後你要很覺察 你要很熟悉這個機制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開始對我 飄遞批評貶低了呢 你最近有對我做什麼 越鬼隱瞞嗎 然後他就 這樣有上課才能夠揭話 用公通語言 有通關密語的 對 就是有通關密語 就是一定要有上過課 你才會知道啊 所以他願意上課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對很多男生 他講滿難得的 對不對 H 叫你去上課 你不是現在他先打針 以後講起越鬼行為 他跑得比誰都快 真的 還是要先講 因為他是東北人的性格 對不對 然後就是很直腸子 嗓門也很大 但聽說他對你有很多優點 一個缺點是他其實很容易生氣 有時候也不太好溝通 那你們怎麼溝通 我啊 其實他大部分事情 都還滿好溝通的 他只有一個不能溝通 就是我當然有些男生的朋友 有些是合作商業合作的人 他看到那些人呢 都把他們當情敵看耶 我對他們很兇 我開始還不知道為什麼 很久很久以後 我才終於領悟到一件事 他該不會是把他們當作是情敵吧 我都要昏倒了 但是反正就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不要刺激他比較好 坦白說這一點我覺得滿正常的 為什麼 就一般人其實很難接受就是說 比如說自己的另一半跟 其他的異性交談 很開心啊 很好 對 我就是這樣 其實會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掀桌子 掀桌子有點一種 我形容那個 沒有 他只是掀起來 然後再放回去 對 掀起來再放回去這樣 對 所以你不要踩了他的雷 對 最好就是 後來他就找我去參加他的活動 我都不去 有時候跟他的朋友 有男性的朋友 稍微聊兩句多一點 他就開始升級起來了 對 明星 我想問一下 你給現在 過了四十歲 像我們這樣的 單身的人 什麼樣的記憶呢 他還想結婚的人 我覺得其實對於愛情 我覺得大家不要放棄 不要失望 因為像今天兩位所分享的故事 其實他們都是在過程當中 可能比較辛苦 遇到了不對的對象 那像漢翔哥 原本沒有想過要結婚的 但當那個緣分 就在他們生命中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 幸福真的是會降臨在你的身上 就像我本身一樣 我過去情路也不是順遂 也沒有異性緣 但是我在去年的時候 沒想到突然之間緣分來了 我很快三個月 交到了男朋友 然後八個月結婚了 超勵志的 我也完全沒想過 我居然會有這樣子的一天 所以我覺得 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棄 我覺得愛情 總有一天會降臨在你身上 只是那個時機點可能還沒到 但是它始終會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放棄